我必須告訴可能這個很多調侃東山打線 很強這個事情的這個觀眾們 我必須要告訴各位 東山在現在他還是打線最強的中路 到目前還是他四場比賽 一共是在這個每10分鐘的吃冰樹 血虐對面他來到的是13.8 非常非常誇張的數據喔 他打線真的是猛 我只能跟你說他已經打了快10年 打線打成金了是嗎 他打的線可能比你打的那個什麼還要多 打的電動還要多 打的電腦還要多 是 比賽 腳臂 適合 怎麼說呢 就是很強的雷茲是能夠吃很多冰的 出事了Mission 打線怪物要噴閃了 噴閃了 出大事耶 完蛋了 完蛋啦 就是在safe角度的話是 好像有要發生事情了 來看看這是一個閃現的棒 安納這一波的出勾是乃哥閃現幫打 最後造星是拿著自己的長槍倒下了 再加上對方是這個貪肯齊加一動 我想說雷茲也往下靠了 好像有機會躺 也要進行塔殺了 來看看空月怎麼處理 第一波是閃現這個壁咚 然後咚的是這個大咚 欸他直接補了 沒見了 不見了 啊補了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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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想到一件事啊 那是真的能躍 不能吞的話 那是真的不行 是 因為你就會看到能吞的話 這個AD畢咚玩的一瞬間 他含住 對面就頓時沒著方向了 噢 很硬要欸 閃現畢咚 然後那例如是扛塔 扛完之後 高哥下半趨勢也給控住 然後MISSION知道右邊很黑 但是空月是往上閃了過來 留住了東山 東山本身捲了一手大捷 乃哥插了一個空月 然後再加上進行武裝的大捷 搭配MISSION的殺害 直接把空月給秒掉 另外一邊 Enzo走得掉嗎 康拉的身軟偶游往前 然後搭配了東山這裡 收了一個Double Cure 感覺前面失血都回來了 是非啦 這時候就會有那個戰歌 喔 哪一國 我沒聽過 還有那個戰歌啊 這真的有點硬要 因為已經畢咚不到了 就算了吧 這邊因為開了W去加速嘛 所以沒有辦法反制這個GIMENI的途徑 然後我覺得最無辜的是輔助啊 哈哈他只是路過 阿怎麼又有我的局 Driver就不客氣了 這一陣的兩邊交手 一陣爆打11連打10級 Rexter是變成了垂形態 跳上去跟Driver閃換閃的方式 把對面打殘 並且這波自家的輔助打野都在下 空越來了 來看看這一波的處理 一個月影中砲 定住對方兩個人 是 由Enzo先扛 另外一邊UNIBOYS交了閃線 躲過了救命隊的槍頭 另外一邊JT的四個人抱在一起 放那個夾夾 但是Tankerky進場之後 是剛好踩在夾上面 這個守護者抬局 並沒有揮到效果 Enzo也被留住 但雷姿已經倒下了 另外又是長槍出手 槍出如龍 所以他夾在原地 這是捲回來 然後被造型插到 對 這波真的有點大意了 這波我覺得 就是UNIBOY 應該是被那根 本眼騙到了 後面這邊小畢的夾子 先限制了一下 但Tankerky進場你看到被 推在夾子上面 後面的追擊戰 這CFO就顯得很無敵了 他這是發育啊 等到他那個水滴劍合上去的時候 就是他來發威了 要缺月影重砲了嗎 來看一下 切成了月影重砲的Eddon 沒到 但Tankerky往前 這個月影重砲大決定到的是對方 雙人線小畢這邊血量已經見底了 一個收手才卻直接把人給捶走 另外一邊的CORALA 是救出了D家的ADF了 兩邊交手的這個畫面 都打得很不錯的 但再一個電子脈衝 小畢已經沒有戰鬥能力了得回家 另外一邊乃哥也趕過來了 一頂長槍有閃現嗎 沒有閃現 但長槍是督到了右邊的CORALA CORALA帶著UNIBOAR一起逃跑 站位上的話其實是跟乃哥一直抱在一起的 另外一邊則是有REST頂在前方 想先消耗一下 但REST的磨量其實不太夠了 這邊先放了一個這個小炮台 另外一邊的話 CORALA是救出了REST REST是回垂到Driver臉上 兩邊陣型球女一卷大絕 但ADF直接強勢的被拉回來 這一波ADF已經沒了 但另外一邊乃哥一個人頂在前面 哇但 這個時間點的ADF被敲走了 原本是可以收掉的嗎 來看一下後來UNIBOY是進入了自己的大絕 趕快飛走 那反而是讓CFO 拿了一個勝利的團戰 然後再回頭想要抓UNIBOY 抓掉有沒有機會巴龍呢 走得掉嗎 亮了TP 走掉了 CORALA是在找他的位置 CORALA踢了一扣 但TP走了 在那個位置被綁到了 但是還好有坦肯齊這個救命的東西啦 不然這是一個致命的失誤 是 就可能會導致團戰輸掉 但是因為坦肯齊化解了 然後ZREST也是趁著現在有盾 趕快去暴打一盾 那這邊隊友被開到 我覺得就是沒辦法 因為他們看到龍快掉了 台北這一戰隊這邊看到龍快掉了 很急 是 但是 但是他們並沒有搞清楚 一件事就是他們 他們現在不具備打團的那個 不過在我們小聊一下的過程當中 則是有乃哥帶著球女 直接挺進去的 UNIBOY 這一波雖然有定住對方 但是仍然頂不過Alan的遠程攻擊 而CORALA一個人頂在前面超硬 所以我才覺得先把湯克齊給敲飛 完全點不動 REST是追著DRIVER在打邊的錘賽 往前錘了一下 然後DRIVER是POP出了自己的 好像 他這個遊戲內容看起來真的很起DRIVER 是 不過CORALA這邊是看到的空眼 空眼閃現下去 結果剛好來到球本來面前 被一槍給捅死 另外一邊的CORALA還往前頂一個頂兩個 不知道ANZO要怎麼頂 繼續往前踢 毒蛇一陣爆打 旁邊MISSION直接過來 一陣的傷害連技 直接把小V給秒掉了 然後還可以再救一下 ANZO反身是閃現過來 勾了一手的MISSION MISSION這個盾子很高 另外一邊乃哥進場 繼續一槍一槍的頂在對方臉上 REST在旁邊補足了傷害 拿了一個DoubleQ一波 是CFO拿下 KORALA一個人在凶對方全部人 沒有他做正確的事 是他隊友 你看東山跟了 但是REST一開始因為跑去捶DRIVER 所以沒有跟到 他跟得晚了 對 然後再來是這邊 喔 想偷沒了 沒轍 你看後面這邊 畫面沒帶到啊 你看 傑西剛那個血量 是 就是其實是被DRIVER打殘了 但是DRIVER不敢上去追擊 對 喔 東山這個傷害超高 對因為他已經 15級 然後KORALA是底血的時候 架了個白盾吞了一下 對 死前 含住了東山 是 東山身上又掛出了 他大量的護盾 這邊主要還是DRIVER逛太久了啦 他早點閃過去打就好了 OK 後面乃哥 長槍 他頂著五個人也要去捶DRIVER 結果是乃哥一個人進來了 然後搭配的是亞美六大絕 爆開 小V是底血 還好有治癒喔 把血量給拉了回來 只能說第一時間 感覺GV乃哥有點突然 是 東山沒跟上 不然這個球套到進去按個R 這波全死了 那就看一下吧 帶著兩路的巴龍小兵 長槍又頂到 守護者的鮮灰 然後但是球女大絕已經會 這個捲出來了 空越直接逮到半血 根本扛不住東山的傷害 繼續往前推進 又是乃哥的長槍 不斷的招呼在小V的臉上 小V有點沒辦法喔 而且Andro已經扛不住了 在此前好不容易才敲出自己的大絕招 好不容易才活了下來小V的開射 有機會怕不起自己狂造的被動嗎 完全刷不出來自己的被動 射著射著自己也被盯上了 被敲飛 但Andro是從溫泉裡面再勾出來 遠方的電車牌頭直接射掉小V的人頭 看起來復仇者聯盟的終局之戰 就要在這裡拉下帷幕了 來看一下最後 這一波的這個主保錢 還有希望嘛JT 不要G不要G 結果CFO是說你給我好好看看這個結局長什麼樣子 I am Iron Man 然後結果 主保放掉恭喜CFO拿下的比賽 你偷看 戴魯瑪 叫你偷看 戴魯瑪 在這 whom你že 尼聽 你偷看 戴 戴